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红烧肉 红烧肉的做法有很多种 各家有各家的习惯 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今天分享的这种红烧肉的做法 第一,不需要焯水 第二,不放油 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不用来回的倒腾 特别的省事 就算是不会做饭的小白 一看马上就会做 今天买了二斤半的五花肉 买的这个五花肉比较瘦 同时也很新鲜 表皮已经处理干净了 做这红烧肉 一定要买猪肉品质好的 最好不要买冻肉 或者这个肉 已经在冰箱里面冷藏两三天了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猪肉改成大块 块的大小呢 把它切成三成四厘米左右 也可以切成三成三的正方块 把切好的肉块呢 我们放到带水的盆中 把它泡上半个小时左右 拔一拔肉中的血 如果对气味很敏感的人 或者你习惯焯水 那就冷水下锅 放入姜片 大葱和黄酒 煮出浮沫后 捞出沥干备用即可 按照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做法呢 肉也是没有腥味与异味的 半个小时后 把泡好的肉块呢 控水后放入到食品用纸上 吸干猪肉表面的水分 下面准备一个炒锅 把肉块均匀的放到锅内 每块肉不要重叠 这里说的不放油 是指给锅里不倒油 中小火我们把这个猪肉煎一下 把肉里本身的脂肪给煎出 这样自然就会流出很多油 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减少腥味的同时 更减少了油腻感 肉块刚放到锅内呢 肯定翻不动 而且还有粘锅 这个时候呢 不要翻动 小火慢慢的煎 带油滲出的时候就能翻动了 煎上5到8分钟左右呢 把每块肉翻面 直至煎到肉块表面焦黄后呢 我们就把肉先铲出 放到一个盘中 下面加入20克的冰糖 还是小火炒上片刻 冰糖化开变色后 我们倒入肉块 迅速的翻炒均匀 下面呢 放入姜片香叶两三片两个八角一个红辣椒翻炒几下后加入生抽15毫升左右老抽5毫升左右 再次翻炒均匀后沿着锅边加入高度白酒10克左右 下面呢我们倒入开水改大火水要盖过猪肉一只 汤汁滚开后我们盖上盖子改中小火炖上一个小时左右 中途需要多次观察一下这个汤汁的情况 万一水不够了可以多加一些水防止糊底 一个小肉我们接下盖子尝一下甜咸 如果小肉不够的话 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现在我们用筷子轻轻一加 这个肉已经很软烂了 吃到嘴里瘦肉不塞牙 肥肉也不腻 而且还特别的入味 下面呢我们就给肉里撒入一些白芝麻 即可盛出装盘了 放入白芝麻会让这道红烧肉吃起来更香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长菜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天在给您不同的美食分享 请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